那我们就开始哈 我们今天就进入康德的这个三大批判的第三本 叫做这个判断你批判啊 那个邓小芒的序言我们就不用讲了 我们就整体就从这个康德的序言开始 就第一版的序言 这个1790年序 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正题啊 开始啊 他说我们可以把出自先天原则的认识能力 称之为纯粹理性 而把对他的可能性和界限所做的一般研究 称之为纯粹理性批判 尽管我们所理解的这种能力 只是在其理论应用中的理性 这就是他所说的第一批判 第一批判就是讲人的认识能力的 但是呢认识能力有一个前提 是它是先天性的 就是认识的这个逻辑前提一定是先天的 尽管可能在时间序列上 比如在我们在具体认识某一个事情的时候 是先天后天 其实你分不出时间先后的 但是从这个逻辑次序来说 一定是先有先天的东西 然后呢才能启动这种认识能力 那同时呢 这种认识能力本身是有边界的 第一批判为什么叫做理性批判 就是要防止这种认识能力超过他自己的边界 是吧 这样就会导致一种理性的幻象 这是叫理论 理论应用当中的理性 这就是第一批判当中的 那么在第一批判里面 康多说还没有打算 把理论理性的能力作为实践理性 并按照其特殊原则来加以研究 那特殊研究当然就是指 不同于理论理性的原则 就是他那时候他认为还没有想到 有寻找一个特殊原则 于是呢 那种批判就只是指向我们先天的 认识事物的能力 所以他讲的是一个什么 还是一个认识能力 就在第一批判 讲的就认识能力 就是康德后面总结的叫 人为自然建立法 人为自然建立法 其实人不完全是主动的 就因为人需要自然建立所提供的一个材料 而且呢 这个你只是发现规律 你不能发明规律 你可能会发现它 去整合它 但是你不能发明 发明这个东西就是 人要为自己立法 所以在那个认识能力里面呢 它是排除了 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 以及意求能力 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 其实就是第三批判讲的问题 就康德的三大批判 分别讲知情义 第一批判是讲知 第二批判是讲意 意志的意 第三批判就是讲情 情感的情 意呢 就是意志 其实就是意求能力 意求能力 就是指意志的能力 但这个意求能力 我们已经讲过了 它分为高级和低级 那么所谓的 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批判 就在实践当中的纯粹理性 它是一种高级意求能力 而这种高级意求能力 就是指人的自由意志 就我不需要 遇到别的一种情感或者幸福 对吧 我的自由意志本身 它是一个理性的事实 对吧 而在诸认识能力当中 它又根据先天原则 来认识 讨论知性 就康德在讨论知性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直是讲先天原则的 比如说在讲 就感性知性理性 它这样区分的 感性这一块一定是有先天性的 就先天的直观 这个时间和空间 是吧 然后呢 知性这一块就是那个范畴 十二个范畴 也是先天的 最后它一直上升到 就是人的先言统权 是吧 统权的本源的综合的统议 就是先言统议 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是从这来的 是吧 然后呢 排除了 作为同属于理论认识能力的 判断力和理性 排除了判断力和理性 因为在那个时候 它认为判断力 判断力实际上是介于什么呢 就是 感性跟理性 知性之间的 感性跟知性之间的 是吧 判断力 所以它认为 很难找到一个先天原则 然后呢 这个理性 当然说了 理性也要排除 因为理性是一种 会走向幻象 所以理性是在它的辩证内里面 讨论的东西 是吧 因为在这一进程中的情况是 除了知性以外 任何别的认识能力 都不可能提供出构成 构成性的先天认识原则 就是除了知性之外 知性是构成性的 构成性就建构事实 事实是被人建构起来的 所以说包括我们 你看 我最近在讲教育心理学 心理学也是 有一个流派叫建构主义的流派 像那个 那个什么 发展心理学的 那个什么 瑞士心理学家 皮 皮亚结 它就是建构主义的 是吧 就是这个方展是有一种先天的阶段的 是靠这些阶段 这些阶段是所有的儿童成长 所有人成长都必须经历的四个阶段 谁都没办法回避 这是一种建构性的东西 你可能速度有快有慢 但是你一定不可能超越这个速度 这叫构成性的一种原则 它能够建构事实 那么以构成性相对的 我们讲过叫什么 泛导性的 是吧 所有的泛导性就是 它可以去引导你 比如说理性可以引导你的知识 进一步的整合 但是理性本身不可能成为知识 它是引导知识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不断地突破自己 不断地追求更大的知识领域 是吧 不断地突破自己的专业范围 这个是它的泛导性 但它不是建构性 所以这个批判 就是理论理性批判 按照其他任何一种能力 或许会 或许会自以为出于自己根牙 而在支持现金资产中所拥有的份额 对所有这些能力加以审查 其实其他的能力 那两种能力 就知识之外那两种能力 就是判断力跟理性 实际上就是要借助这个知识 对于判断力跟理性加以审查 就是判断力跟理性都认为自己在知识的现金资产当中 是拥有份额的 就是我们对于建构知识也有份 但是经过审查发现 其实你们没有份 你们不是构成性的份额 所以他说他就加以审查 加以审查以后他剩下的没有别的 就只有知性先天的作为对自然 也就是对各种现象的总和的规律 而制定的东西 就是人为自然立法 人为自然立法 就是这个意思 就知性先天的对自然的规律 而制定东西 对不对 括号里面说 这些现象的形式 同样也是先天给予的 这些现象的形式 就是指时间跟空间 时间跟空间也是指引的 我觉得这 我们把第一批判又回顾了一下 是吧 好 但是这个批判 是所有其他的纯粹概念 都听从理念的这个指点 这些理念对于我们的理论认识能力 是严过其时的 但或许并不是无用的 和可以缺少的 理念其实就是一种理性 三大理念 哪三大理念呢 对吧 宇宙整体 上帝和灵魂 是吧 他是这三大理念 而是用作什么 这三大理念 他说是不可或缺的 他并不是无用的 他是可以用的 但他是用作什么 调节性原则 就泛导性 是吧 而不是构成性的原则 就是理性跟判断 就是理念是有用的 所以说呢 一方面 那这一批判 他意志知性的 这种令人担忧的健忘 就是超越自己的边界 就叫健忘 是吧 就是害怕理性超越边界 理性自以为能够提供知识 好像他由于能够先天的 定出他所能认识的 一些事物的可能性条件 由此就把任何一般物的可能性 也包含在了这个界限式的 这个一般物就是指物质体 就是指本体界的东西 好像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一般物 你认识的只是现象物 我们人所认识的 永远只是时空结构之下的东西 超越时空之外的东西 我们不能认识 但我们可以思考 我们可以思想 人是可以思想上帝的 但人不能认识上帝 所以很多理性就认为 我可以认识上帝 这就是建议 你可以认识上帝 你就想当上帝 因为你连上帝都认识了 你比上帝还牛逼嘛 是吧 所以理性的无托方 康德反对理性无托方 是在理论理性这个层面 就是理性的悲剧 是在理论理性层面的 就我认为我可以认识世界 所以我能够改造世界 马克思说的经典名言 是吧 哲学家不仅是认识世界 解释世界 重要的是什么 改造世界 这就是典型的 康德第一批判要说的 要批判的这样的一种傲慢 理性的傲慢 是吧 好 另一方面 在考察自然界实 按照一条知性 永远也达不到的 完整性连走 来引导自信本身 就是理性所提供的原则 的价值就在于 它是个完整性原则 我们要征求准全 追求统一 追求无限 追求永恒 但是你说 整全无限统一永恒 谁能认识 我们本来是有限的 我怎么可能认识到 永恒的东西呢 但是我们可以设想 有永恒的东西 我们当然可以设想 而且正因为我们是 活生生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设想永恒 是吧 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认识永恒 但是因为我们又有了肉身 所以说我们才有可能去设想永恒 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没有用身了 其实永恒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必要设想的东西 它是没有价值的 是吧 所以它能够引导知性本身 由此来促进一切知识的最终意图 是吧 促进知识的最终意图 知识最终意图就是形成一个统一体 是吧 最终意图 所以说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识 理性和判断的能力 知性是形成判断能力 理性是形成推理能力 就是我们要推而广之 理性文句 以前说过叫推而广之意义贯之 是吧 意义贯之在实践理性里面是重向的 我的一生我是追求有道德的人 就是我们这忍耐生老念 老念生性格 就是性格生盼望 就是意义贯之 人的性情是恒定的 你说越不讲道德的人 他性情越不恒定 他朝三暮四 是吧 然后恒相就是推而广之 推而广之就是不仅对我适用 对所有人都适用 我没有凑钱 理性是一视同仁的 是吧 所以说真正说来是理性 就其含有先天的构成性认识原则而言 作为拥有也就是 在认识能力中拥有他们自己领地的知性 本应当是通过这样的称呼的 纯粹理性批判 而在所有其他有资格的能力面前 确保自己独占的财产 你知性是什么 先天构成性的认识原则 只有知性才配 所以说 他说一般性这样称呼的 纯粹理性批判 严格来说 应该叫做纯粹知性批判 就是先有纯粹知性 在知性的基础之上 我们才能够批判理性 批判理性 是吧 因为这个知识是 知性独占的财产 记住 他这么一个独占的财产 是吧 同样 同样 仅仅仅只有在 意求能力方面 包含有先天构成原则的那种底性 你看 在认识领域 先天构成原则的是知性 在实践领域 先天构成原则的是理性 理性也有构成性 但这种构成性不在认识领域 不是说我要去构造自然 我要构造自我 所以在意求能力方面 不是认识能力方面 他把认识能力 跟意求能力做了区别 意求能力就是人的理性 那么这个财产 它已经在实践理性批判当中 被分得了 在理论理性那里 它没有财产 在实践理性那里 它独占财产 实践理性那里 知性是没有财产 因为知性一有财产 就成为幸福的杂多 比如说我要实现幸福 我就要权分利弊 这就是知性的应用 公敬理性 所以说那么在我们的 认识能力的秩序当中 在知性和理性之间 构成一个中间环节的判断力 是否也有自己的先天原则 在前面两大批判 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这些先天原则 到底是构成性的 还是调节性的 因而表明 没有自己任何领地的 调节性就是 没有任何领地 是吧 并且他是否会把规则 先天的赋予 作为认识能力 和欲求能力之间的 中间环节的 一块或者不一块的情感 是吧 这个是麻烦的 或者正如知性 对认识能力 理性对欲求能力 先天制定规律一样 换言之 我这种中间环节的判断力 我由没有一种先天的 制定规则的能力 换言之他想说的是 我的判断力能否为情感的能力力法 我们说知性是能够为认识能力力法的 理性能够为意求能力力法 那么判断力能否为情感能力力法 是不是 就是你看 我觉得我们学习康德 就是他的这种思路 是吧 非常的清晰 对吧 每一个概念一一对应 就三大批判是能够整合起来的 所以我们读三大批判 为什么要三大批判都要读完 越读越清楚 越读越明白 是吧 你少一个批判没读完 其实你的理解都是不充分 对吧 你要读完后面 你对前面两大批判 你会又会有更多的 更深的理解 好 对于纯粹理性 既对我们根据先天原则 进行判断的能力 所做的一个批判 如果不把判断力批判 作为一个特殊部分来讨论的话 它会是不完整的 这一名说 它就很不完整 包括认识能力 认识能力 要认识事物 也需要判断 不过那个判断 终结性是通过什么 时间的图形 对吧 它一定要有一个终结 否则你没办法玩 你这个知性怎么应用到现实 靠一个图形 图形就是能够跟进 图形它既是先天的 同时又是什么的 又能够跟经验连接 它有想象力 所以说它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 否则它不完整 尽管判断力的诸言则 在纯粹哲学体系里面 并不能在理论哲学 和实践哲学之间 构成任何特殊的部分 就是判断力 它本身不是特殊的 它只有一种依附性 是吧 它说必要的时候 会随机的依附于 双方中的任何一方 因为如果这样一个体系 要想有一天 在形而上学 普遍名称下实现出来 完全做到这一点 是可能的 而且对于理性的 一切方面应用是重要的 那么这个批判 就必须对这个大厦的基础 做这样深的探查 因为康德他所说的 这种建筑术 最后康德是说 我要重敬人类 所有的一个认知体系 是吧 所以说这样一个大厦的基地 就前面都搭建好了 现在发现少了一个墙角石 是吧 少了一个东西 那这个基地是什么呢 就是要去探查它 这个基地当然就是 判断你这一块 他说直到奠定 不依赖于经验的 那些原则之能力的 最初基础 以便在大厦的任何部分 都不会呈现下去 否则将不可避免地 导致全体的倒塌 就你少三足点力 少一部分都不行 是吧 但是从判断力的本性当中 我们很容易相信 要发现它所特有的原则 会伴随极大的困难 是吧 那么判断力是什么意思 它括号你们能不能看 判断力的正确应用 是如此必要和被普遍的要求者 因而在健全知性 这一名目之下 所抑制的 没有别的 正是这种判断力 所以判断力也是一种普遍要求 最近我在讲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批判器批判 批判到最后干什么 就是训练你的判断力 我们训练了各种各样的思维能力 你有这个形式逻辑的能力 是吧 你有这个文艺欣赏的能力等等 你什么能力都具备了 最终这些能力怎么整合起来 靠一个判断力 你的综合权衡的这种能力 是吧 所以说但是你要发现 这个判断力的原则 非常的难 它不像知性的原则 和理性的原则那么容易 那么清晰 是吧 因为任何一条原则 它都必须先天地包含于自身 否则它就不会作为一种 特殊的认识能力 而本身是到最通常的批判 就是说判断力原则是怎样的 你只有通过对判断力进行判断 才能够得出来 这个有可能会导致什么 所谓的这种无限循环 什么是判断力 你要对判断力再判断 你要进行判断 这是有点麻烦的 尽管如此 这种原则 必须不是从先天概念推导出来的 你看 也是它的困难 判断力它没办法从先天原则推导 因为这些概念是属于知性的 判断力是什么 在理论理性那里 它是针对知性的运用 比如说我们有英国的范畴 范畴要应用于现象 你要一个判断力叫时间图形 时间的先后次序性 所以判断力本身应当只是 从某种概念 就是从它本身引出某种概念 通过这种概念 本来并不认识事物 而只是充当判断力本身的这种规则 但也不是充当一条判断力 可以使自己的判断力 相适合的客观规则 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它不是从本身引出来的判断力 那么它就会规则之上 再是要规则 判断之上再要求判断 就是它不但需要别的判断力 那么这就有点麻烦 无限的这种倒退 所以为了这条原则 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的 而感到困窘的 这样的领域 主要发生在 我们称之为审美的 与自然界和艺术的美 以及崇高相关的批判当中 评判当中 判断力应用的领域是什么 我们前面两大能力 知性的领域是什么 就是现象认识 是吧 而理性的领域呢 就是道德领域 实践领域 是吧 判断的领域就是审美领域 和自然目的性的领域 是吧 尽管如此 对判断力的这些评判 在对判断力 在这些评判中的 某种原则的批判性焉中 是对这种能力的一个批判的 最重要部分 当然对判断力也要批判 没问题 因为即使这些评判自身 单独不能对于事物的认识 有丝毫的贡献 因为它们毕竟只属于认识能力 记住 判断力是隶属于认识的 是吧 但是呢 我们还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批判 是吧 并且证明这种认识能力 按照某种先天原则 而与愉快或者不愉快的情感 有直接关系 是吧 判断力涉及到是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 而不是与那欲求能力的规定 根据的东西相混淆 什么意思 就是判断力跟认识能力的 这个关系更近 跟欲求能力的关系更远 就这个意思 是吧 你看它不与那可能是欲求能力 规定的东西相混淆 是吧 因为欲求能力在理性的概念当中 都有先天的原则 所以判断力更靠近认识能力 而不是欲求能力 至于对自然界的逻辑的评判 那么凡是在经验中 提出诸物的某种 不再能由关于感性东西的 普遍知性概念 所理解和解释的 和规律性的地方 以及凡是在判断力当中 能够从自身取得自然物 对不可知的超感性东西关系的原则 都必须用判断力 好 这两个有点二合 实际上是两个领域 就是判断力我们刚才说 一方面是用在什么 情感的领域 但另一方面是用在 自然的逻辑的领域 自然的逻辑领域就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合规律的东西 就是它已经不能再用因果律 或者实体性 等等知性的概念去理解和解释自然 我们要看到自然可能会有某种合规律性 这种合规律性是指合目的性 其实要回到亚里士多德 目的论 目的论就在科学史上 好像到近代以来 大家都在说目的论没用了 推翻目的论 自然怎么会有目的呢 是吧 就是我要探讨某种东西 我是从它的目的出发 而不是从它的因果出发 有两种解释 目的解释跟因果解释 目的解释就是我想干什么 是吧 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看见 刮大风下大雨 然后呢 如果用目的解释 就是说 之所以刮风下雨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我们触犯了雷神 天神 天神要表达一下 发泄一下情绪 天神降下雨的目的 是要发泄情绪 这叫目的论解释 但是呢 英国论解释是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 这个地区的高气压 跟低气压之间 发生了某种什么落差 结果产生了一场风暴 这叫英国解释 对吧 近代科学 它更注重是英国解释 实际上我们今天认为 很多人认为 好像靠英国解释 能够解释一切 但是后面发现 目的解释 其实在今天 又被重新发现 它的一些合理性 是吧 当然 康德这里 他认为目的解释 是辅助性的 目的解释 其实不能提供 真正的知识 但它会提供 我们认识自然的 另外一个视角 是吧 比如说 尤其对于解释 有机体来说 是吧 一个猫 它的这种活动 猫要蔑视活动 当然你可以 从英国心来解释 它的生理性的特点 怎么样的 神经炎冲动 什么 但是你也可以 从目的论 它要吃东西 它要干什么 是吧 这是第一种东西 第二个是什么 在判断力 能够从自身 取得自然物 对某种不可知的 超感性的东西的 关系中的某种原则 超感性的东西 是什么 上帝 就是说我们又能够从自然界 看到自然物有一种 趋向于上帝的目的关系 自然跟上帝之间 跟超感性的东西之间 也有一种目的性 是吧 并且也必须 只是着眼于它自身 而运用这些原则的 自然知识的地方 则这样的先天原则 虽然能够和必须 应用于对世间存在物的认识 但同时也开启着 对实践理性 有利的前景 什么意思 对世间存在物的认识 就是纯粹的因果论的认识 但是光泽是不够的 比如说我们嗓子发言 你可以说嗓子发言 有因果的解释 哪些病菌感染之类的 你也可以说 发言是有免疫的目的 发言是为了对身体进行免疫 我们经常说 你有时候偶尔感冒 还是挺好的 为什么 它反而对身体 形成一个有目的的新款 是吧 这是一种什么 然后呢 同时开启对实践理性 有利的前景 比如说实践理性 这种目的论解释 对实践理性 就对于道德理性 也是有用的 什么叫有利前景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环保主义 有动物保护主义 是吧 那么为什么这种 环保或者动物保护主义 他们会成为一个重要的 一种实践理性 就是因为他们背后 有目的论的思考 比如说 他们会同情地理解 动物的目的和感情 虽然可能其实 动物本身并没有 这样的目的意识 知无知前程 我们的这只小黑 走了 是吧 那我怀疑 根据这个 很多人的相关的 专业领域的看法 到他小黑 按照人间的岁数 八十多岁了 是吧 猫一般走之间都会 知道自己要死了 他会默默地离开 但是呢 这个小黑呢 我们知道 从五年前到之物 他已经跑过 五六次以上 最长的一次 跑出去四十多天 是吧 但是都 势而复得 是吧 但那时候 他还年轻 今天这一次跑 可能就彻底不回来了 那么很多人可能就说 哎呀 这他多可怜啊 多怎么样了 是吧 但是这个猫 真正的 他会认为自己可怜吗 孤独吗 可能人很多时候 可能是把自己的这种感情 投射在猫的身上 也许猫并不觉得 你们太多情了 太矫情了 是吧 我可没那么悲观 我就觉得我的仙道 我也就走了 是吧 一个人 一个一只猫 安安静静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目的 他对实践女性 是有有利的前景的 对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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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没有多想 是 但是 是 安静者的 对对对 所以人都是知道自己的前景的 是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目的论 那就是我们的判断力批判 耀眼睛目的论的 是吧 所以说 但它并不具有对愉快不愉快的感情 的这种直接的关系 这种关系 正是判断力原则那种神秘难解之处 因为判断力批判 为什么比 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更难 因为它涉及到人的情感 包括目的 目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神秘的 对吧 你一说到目的 真的有时候扯不清的 是吧 为什么英国解释更简单 为什么自然科学研究说 要一种思维经济的原则 能用简单的道理说清楚 就不要用复杂的道理 对不对 奥卡姆的剃刀嘛 如必要无尊实体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 你能用简单的原理解释 不要用复杂的原理解释 这就是科学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原则 那么这就是 判断力批判的一个难题 它使得在批判中 为这种能力划分出 一个特殊部门成为必要 因为这种难题恰好 康德基认为 有必要让判断力批判 成为一个特殊的一个灵力 因为按照概念 而进行的这种逻辑评判 本身顶多能够附属于 哲学的理论部分 以及对它的批判性的限制 是吧 就是按照概念 就是知性的概念 概念就是知性概念 那我们只能是理论部分 所以从中永远不可能得出 对愉快或者不愉快的 情感的直接结论 好 下一个自然带 对于作为审美判断力的 鉴赏能力的研究 审美判断力是鉴赏能力 在这里不是为了陶冶和培养气味 而只是处于鲜艳的意图这么做 这样我要说一说 康德这边有个解释 他说陶冶和培养 即使没有起经和往后 所有这类研究 也会进行下去 康德挺有自知之明的 他说 你们这些审美能力强的 你们不用读我这本书 你们的审美能力也强 你这审美能力不强的 你读了我这本书 你的审美能力也不强 但是其实我不太同意 康德的这种看法 他过于太 太自己谦虚了 我倒反而觉得 其实读了判断你提反 一定能够增加我们的 审美能力 一定是能够的 怎么能不增加审美能力呢 你审美有时候 有自发的有自觉的 你自发的 当然确实 有些人确实有天生的 但天生的东西 你也需要开发 对吧 你如果审美能力 没有好好开发出来 那还是不行 其实也是不够的 即使看上去很纯粹 我举一个例子 像顾准 不是顾准 那个顾成 对吧 顾成 那个诗人 对呀 他这个诗你会发现 你专门读他的诗 你觉得这个家伙真的是 可以说在中国当代诗人当中 他是最纯粹的一个诗人 你就发现 他真的是完全生活在一个彻底的 彻底的一个时空里面 这个时空晶莹剔透 不容许一丝一毫的杂志 但是实际上 是吧 就是太纯粹 就是他太过于注重自己的一种 纯粹的天性的一部分 而忽视了习性的一个部分 忽视了诗歌作为一种语言的一种公共性的部分 这方面我非常赞同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观点 没有任何语言是私人语言 只有公共语言 没有私人语言 语言一定是公共性的 你要语言去表达东西 一定有公共性 就一定事关别人 对吧 没有纯粹私人语言 那你也要顾成者 你要纯粹私人语言 这个东西 你要纯粹推而广之麻烦 是吧 这回我们知道他的这种悲剧 那你要用世俗标准 用道德标准 用非常的残暴 非常的人渣 是吧 这种状况 这就是我们 我所说 当然顾成正 我们不承认他的天才 是吧 更何况还有很多人 他有顾正的才能 但是由于没有这样的一种自觉 他可能也永远写不出这么好的诗 是吧 我经常说聪明人多少去了 是吧 但是你会发现 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艺术家的 他一定不只是聪明 他一定包括他的努力 也包括土壤 这有时候土壤也非常重要 你的文化土壤 你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就比较 你要说中国经常出一流的艺术家思想家 很难 你没有这个土壤 对吧 你艺术家稍微一些艺术的情络 什么顺庄 什么你稍微撑一点气候一定搞瘾 对吧 你一乐圈也是这样的 你稍微撑一点气候 我们不讨论什么有别的什么目的 但是你只要你做大做强 没有影响力 你一定要搞瘾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突然 你就没有可能产生这个东西 所以我不相信康德这种 我们读完以后大家自有评判 你读完以后真的你对于那种刷新里得一种审美感觉 和判断力 是吧 这个是没问题 所以康德是这种自谦吧 我们估计给他说 是吧 所以我自认为这一研究 缺乏那种目的方面 这一研究再缺乏那种目的方面 也会得到宽容的批判 意思就是 你们读了我的书 即使没有提升你们的审美能力 你们也会宽容我的 就是康德这种说法 但是说到鲜艳的意图 那他也必须经受最严格的解释 就康德说 我是判断力批判 我要建立一种鲜艳的标准 那在我想确立 鲜艳标准这一点上 没问题 你们随便批判 公开的批判 没问题的 有标准的 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一谈审美 就认为审美就是纯粹私人的话 一说审美就说审美 仅仅是个人的口味 就像你喜欢喝咖啡 我喜欢喝绿茶 好像没办法真的高下 你喜欢看这种电影 我喜欢看那种电影 好像就谁都不能够进行对话 如果是这样 我们还有电影评论干什么呢 审美既是个体 审美也有共同的 公共的东西 也有共同的标准 一部好片子和烂片子 它一定是有公共性标准的 对不对 这就是我 康德说 这就是先言意图 就确定标准 是吧 好 然而我希望即使在这里 解决一个如此纠缠着自然的问题的 这种巨大困难 可以用来为我在解决这个问题时 有某种不能完全避免的模糊性 做出辩解 只要这个原则被正确的指出 足够清楚的加以说明就行了 什么意思 他知道判断力批判不像前两大批判一样 可以确定那么清晰的一致的原则 他有模糊性 但是因为他的领域不一样 领域不一样 确定性的标准就不一样 又回到我曾经记过多次的历史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能力学说的 是吧 数学有数学的精确性 能力学有能力学的精确性 你不能用数学的精确性来要求能力学 也不能用能力学的精确性去要求数学 否则都是灾难 是吧 精确性是不一样 你要数学的精确性去要求能力学 肯定会造成灾难 就是自然主义的谬误 事就成为应当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讲的不同的精确性 所以康德是这样去说的 假使说 从这里引出判断力的现象 这种方式并不具有 对于依据概念的认识 所震荡要求的全部清晰性 而且判断力现象 我们知道就是固定的现象 对吧 就是通过判断力让它定习化 可以加以认识的这种现象 那么它当然不像理论理性那样 有全部的清晰性 是吧 这个它是所说的 它说这种清晰性在第二本书里面 在本书第二部分 其实也能够做到 在目的论判断里面能做到 在审美判断力里面 它说不一定能够做到 是吧 这是它说的 于是呢 我就此就结束我全部的批判工作 康德说你看 我把判断力批判写完 我就赶紧要马不停机的 我要建构我的未来行而上学体系了 我现在已经连事已高 我要十步多代 是吧 它的两大体系就是 未来的自然行而上学 和道德行而上学 那么未来行而上学里面 第四页讲 对于判断力来说 并没有特殊的部分 就是它所建构的未来行而上学 也不包括所谓的第三批判的行而上学 没有的 没有所谓的审美行而上学 只有两大行而上学 是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刚才早就交代过的 是吧 所以说因为它这里面有 判断你而言 有用的是批判 而不是理论 这是我们说的批判性思维 你是为了判断 而不是为了建构某种理论 但前两大批判 可以建构理论 就自然行而上学 和道德行而上学 这个没问题 是吧 OK 我们的这个誓言 大家就差不多 就完了 我们现在进入导论 导言 导言我们来看 第一 哲学的划分 如果我们就哲学 凭借概念而包含有事物的 理性认识的 这个诸原则 而言 把哲学像通常划分的 划分为理论哲学 和实践哲学 那么这样做 是完全的正确的 是吧 就包含有事物的原则 就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但如果不包含有事物或者课题 仅仅是一种思维形式 那就是逻辑学 逻辑学也包括判断 就概念 看大推理 是吧 这是形式逻辑 就没问题的 好 但是这样一来 为这个理论性认识的诸原则 指定了他们的课题的那些概念 必定是特别各不相同的 因为理论理性的概念和实践理性的概念 当然是各不相同的 是吧 如果他们相同了 就没有理由做这样的划分了 是吧 划分总是以这些原则 这些概念的对立为前提的 就是理论哲学 跟实践哲学是对立的 这没问题 这是第一次案例 但是只有两类概念 是容许他们的对象的可能性 正好有两种各不相同的原则的 这就是自然的概念和自由的概念 好 对立难了 这个是我们讲第二批判的时候 一直在讲的 第二批判的核心 就是讲自然跟自由的对立 是吧 然后既然前者 使按照先天原则的某种理论知识 成为可能 我们知道就人为自然见经法 理论知识 后者呢 却在这些理论知识方面 在其概念当中 本身已经具有了某种否定性的原则 或者单纯对立的原则 什么意思 就是自由是对自然的否定 是吧 就是后一种概念 就是相对于前一种概念 是一种否定 自由不受到自然和必然性规律的限制 这是康德这边所讲的 这个否定性原则的意思 是吧 因此呢 第二批判是什么 对于意志的规定而言 它是一个意志规定 是吧 它建立起的是一种扩展性的原则 这种原则叫做实践的原理 它是一个扩展性原理 就是它已经超越了这个认识的领域 扩展到实践领域 所以哲学被划分为在原则上 完全不同的两个部分 就是作为自然哲学的理论部分 和作为道德哲学的实践部分 是吧 这是有道理的 但迄今为止 在以这些术语来划分不同的原则 又以这些原则来划分哲学的方面 流行者一种很大的误用 这边他还讲误解了 什么误解呢 就是人们把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 和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 等同起来 实践也有两种 实践有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 有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 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 就是我们的日常实践 或者叫一般实践理性 而不是纯粹实践理性 其实就是工具理性 按照自然的概念的理性 叫做工具理性 是吧 这个后面也要讲 这样就在理论哲学 和实践哲学的相同名称下 进行了划分 通过这些划分 事实上什么也没划分出来 因为你已经把什么 认识能力跟实践能力 已经混淆起来 是吧 因为康德讲的这个 道德理性能力 是一个纯粹的东西 他说比理论理性还纯粹 是吧 所以说意志作为 意求的能力 意求的能力 它是城市间 好些自然原因 好些自然原因之一 就是 自然的原因分为 有意识的自然原因 还有无意识的自然原因 比如说那些自然现象 它是没有意识的 没有意志参与的 它也是一种自然原因 是吧 也就是说 它是那种 按照概念而起作用的原因 好 这个按照概念而起作用的原因 就叫做意象性 这个我们前面说过的 什么叫做意象性 或者表象 就是我在做某种行动之前 我的脑子里面 对于这种行动 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我已经有一个蓝图 有一个规划 我是按照这个蓝图 去采取我的实践 比如说我今天一个雕刻家 我要雕刻一个苏格拉底的雕像 一个大理师放在我面前 我在没有雕大理师之前 我拿着这个雕刻的工具 就像董老师 拿着一个木板 他在雕刻之间 已经知道他要雕什么了 所以以后他完全是按照新年的设想 在不断地凿起这凿起那 这是技术理性 技术理性其实不是实践理性 在康德这里 它隶属于理论理性 这就是按照概念而起作用 这叫异象体 就是我在做事情之前 我已经想要干什么 所以异智是什么 它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 有目的的活动就是 你先有一个概念在那里 你先有一个动机在那里 你才才去行动 但是这个异象 有纯粹的异象和不纯粹的异象 包括这些雕刻是不纯粹 因为你得借助自然的东西 借助这些材料 你要对材料进行一个话 到处去找一下 但是有一种异象是什么 就是规则本身 就是我在做出这个行动之前 我都已经知道 我的行动要服从我的规则 就是为义务而义务 这是纯粹的异象 我的异象就是这个决定命令本身 这个我们在纯粹实践理性地方讲过的 所以说他说一切被设想为通过意志 而成为可能的必要的东西 就是在实践上可能的东西 是吧 以某种某个结果的自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相区别开来 就是一种是自然的可能性 一种是实践的可能性 但这个实践可能性又有两种 一种是纯粹实践的可能性 一种是一般实践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这些都是在重塑之前我们讲过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不断的重塑是有好处的 对吧 就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清楚 那么如果是自然的可能性 它的原因不是通过概念而被规定为原因 它的原因就是本身的原因 它是一种机械作用 比如动物的本能 动物那里通过本能 在无生命的物质那里就是机械作用 它不需要一先有一个idea 脑子里面没有idea 动物它是动物它没有idea 它是碰见什么它就开始就 它是一种本能 那机械作用也是这样的 是吧 一个石头一推下去就掉下去了 它是个机械作用物理作用 这个东西也有因果关系 它有因果关系的 但它没有目的论 就它不是一种意志行动 它不是一个实践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意志实践的可能性 它是自然可能性 所以说现在就实践而言 在这里还没有规定 那赋予意志的原因性 以规则的概念 到底是一个自然概念 还是一个自由概念 好 现在我们刚才说了 你哪怕是一种意志行为 意志行为又要分 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 对吧 如果你的意志行为 是按照自然概念而起作用的 那么你就是一种日常实践行为 一般实践行为 比如说你是为了满足意望 我今天为了防止 我明天起来不舒服 我今晚就少喝点酒 这其实也是个意志行为 你不是也在控制自己意望吗 但其实呢 你是一种日常行为 记住 是吧 这也是意志行为 所以这是一种 按照自然的概念 但是还有按照自由的概念 所以他说 辩明后面这一点是根本性的 确实是根本性的 因为如果规定这原因性的概念 是一个自然概念 看见没有 说得很清楚了 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技术上实践的概念 技术上实践 就是说 我身体要好 我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定 我不能透支生命 我不能透支青春 我也曾经透支青春 透支生命 对吧 我都肺是割掉三分之一的 对不对 我这个人 我一天抽烟 我抽两包 是吧 我每周都要喝酒 我一喝就嗨 喝嗨 是吧 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但是放心 完了 遭到惩罚了 是吧 身体就不行 这就要透支生命 你要符合这个 技术上的实践 对不对 你违法自然 肯定要受到惩罚呗 那还用说吗 对不对 但是后一个 根据自由概念的原则 就是一个 道德上实践的原则 对吧 而由于在对 理性科学的划分中 完全取决于那些 需要不同原则 来认识的对象的差异性 所以前一类 前一类原则 就是理论哲学 你看 哪怕你是技术的实践 你也属于理论理性 这是康乐的划分 是吧 后一类就是纯粹的 作为道德学说的实践哲学 好 一切技术上实践的规则 都是对理论哲学的补充 它相当于是什么 对于理论哲学的应用 你要遵循因果利 很简单 你就抓住它 你要完成一个技术 你一定要遵循因果利 很简单 所以它是理论哲学的补充 就像我们说技术是科学的补充一样 或者是科学的应用一样 那么这种技术上实践的规则分为两种 一种是技巧的规则 一种是明智的规则 技巧的规则是针对人和自然 明智的规则是针对人和人 针对人和自然 介绍我刚才说的 像董老师 你雕刻的多了 你实际雕刻一两个月 你夜来也熟练了 像课章一样 你技巧熟练了 这就是技术上实验的规则 但是它一定是有规律可言的 有规范性的 然后人与人之间也是叫明智的规则 明智这个概念是典型的实践理性 但是这个实践理性是亚里士多的意义上的 不是康德意义上的 亚里士多的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就是明智 明智跟智慧不是一回事 比如说我说你这个人做事情很明智 或者他做事很严滑 他为人厨师跟谁都很好 这个叫做明智的规则 是吧 很会处事 像我这种人就叫不明智 是吧 最后就适合孤独的一个人 这叫不明智的规则 就是你熟巧 但是你熟巧 其实在康德阵里 其实你并不纯粹 是吧 你还是搞人际关系 就是很简单 是吧 但这两种东西都是一种什么 他们都只涉及到 按照自然概念的物德可能性 你以物打交道 与人打交道 其实都是按照一种因果可能性 比如说人之间你要将就什么 互惠 互利 对不对 讲就大家的回报 共赢 这个就是明智 很简单 所以说属于自然概念的不仅是自然界中可以为此找到的手段 而且甚至有意志 作为意求能力 因而作为自然能力 就即可以按照那种规则被自然冲动所规定而言 就是我们之所以要讲明智 要讲这些俗巧 是因为我们要被自然冲动 按照规则被自然冲动所规定 就是我们的生存意望 所起说来是要为了满足我们的生存意望 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幸福 就是这种技术的俗巧的规范 是为了满足幸福的 不管你是要改造生活 你要修一个好的建筑 你要尊心自然规矩 建筑家 你要活得幸福 你要以人要处理好关系呗 你到哪都如鱼得水 是吧 这就符合你的幸福 但是如果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他不一定是要满足这种自然冲动和生存意望 道德有时候就是 要跟幸福有时候相冲突 是吧 所以说这样的一类实践规则并不称之为规律 它们只能叫做规范 我们要遵守你的行为规范 遵守你的技术操作规范 这样就清楚了 这是因为意志 不仅仅重属于自然概念 而且也处于自由概念 这是规范式与自然概念相连接 但是如果这个意志 与自由概念相连接 它的诸言则在与自由概念相关的时候 就叫做规律 只有这些言则中推论才构成了实践的部分 其实严格来说 这证明的规律 当然在这里面都叫规律 我们就想 严格来说应该叫法则 可能翻译成法则会更好 是吧 就是它与自由概念相连接的时候就叫做法则 比如人为自然 人为自警地法 应该是法则 但是也说规律也说得过去 不过它采取的是一个自然规律的形式的层面 而不是治疗的层面 自然规律的形式层面包括什么 自然规律之间不能相矛盾 就是不矛盾力 符合同意力 对吧 要符合这些基本的东西 它要一个普遍性 我们其实后面讲 应该是讲风法论 因为不是讲风法论的时候 他就 康德说 道德实践 它是对自然规律的一种模仿 所以它提出叫模式说 而不是图形说 它叫模型说或者模式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 就是仿造自然 像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道德法则 就像自然规律一样 它可以推而挂 可以适用于一切场景 但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规定 但是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其实就是法则 没问题的 是吧 所以如同纯粹几何鞋问题的解答 不属于几何鞋特殊部分 或者丈量数 不配称之于纯粹几何鞋 而是一般几何鞋人 那么几何鞋问题的解答 就是几何鞋的应用题 它不管是应用题 还是实际上的一种 建筑术的丈量操作 它们都和纯粹的几何鞋 是不一样的 是吧 那么实验的 或者观察的机械技术和化学技术 同样不可以 是一个自然学术的实践部分 对吧 第三 家庭经济 国民经济 社交艺术 饮食规范 也包括普遍的幸福学说 都不可以算作实践哲学 你看他现在排除法 康罗先生讲掉了实践哲学 就是规律的这个层面上的实践 最纯粹的东西 排除了三种东西 第一种是运用题数学的 第二种是机械化学技术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经济 社交 饮食规范 人与人交往 就是跟信书学说相关的 就能够通过 他们对爱好的克制和机器的约束 能够让你更幸福的 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实践哲学 他们不构成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指什么 实践流行批判 是吧 因为他们所包含的前置是一些 你看 现在关键来了 叫俗巧规则 所有这些 不管是你针对物 还是针对人 都是一种俗巧规则 要么是俗能生巧 要么是如一得水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 你做人很成熟 你做事很成熟 就是俗巧规则 因此只是一些什么 技术上的实践规则 为什么是技术上实践规则呢 因为他们仍然是要按照 因果的自然概念 要产生相应的结果 所有俗巧规则 你要遵循因果 所以自然概念呢 又只属于什么 理论哲学 所以这些东西所服从的 仅仅是理论哲学的 补充的那些规范 因此他们在实践理性哲学当中 没有任何位置 反之 那些完全的建立在 自由概念之上 同时完全排除意志 由自然而来的规定的 根据的道德上的实践的规范 他的这个意志规定 不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 而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 所以他是道德上实践的规范 这个是一种特殊方式 他们也像自然所服从的 那些规则一样 不折不克的叫做规律 你看 像自然规律一样 对吧 就道德的法则 像自然规律一样 他们是具有普遍性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其实它是一种意志 但实际上它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这个很有意思 是吧 因为它有普遍性 它不是一种主观的东西 不是准则 我们知道讲实践理性讲过 准则跟法则 是吧 所以它不像后者那样是 基于感性的条件 而是基于某种超感性的原则 就是说道德是基于某种超感性原则 超感性原则包括哪几个原则 三大原则 自由 灵魂和上帝 对吧 这些都是超感性原则 是不是 所以说它们是一个并列的部分 叫做实践转型 第七 由此可见 折协所提供的这种实践规范的总和 并不是由于它们是实践的 就构成了折协当中的特殊部分 因为即使它们的原则 完全是从自然理论知识拿来的 也可以是实践的 就是刚才说的技术实践 而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就它们的原则 永远完全不是以感性为条件的自然当中建立来的 就以感性条件的自然没有关系 它们是建立在超感性的基础之上的 而这只有自由概念 借助于形式规律 才能使之成为可知的 什么叫做自由概念 借助形式规律成为可知的 你光是自由概念 你不可知啊 你说我是个有道德的人 我是有自由的人 谁知道你有多大的自由 你整天常在中南山里面说 你的修行很高 我最不相信这些东西 我从来不相信这些 隐积到山里面的人有高人 知道吗 哪有什么高人啊 那是懵的 你高人不要是牛是马 你拉穿溜一圈 对不对 你光是说你是高人 怎么高人呢 你要借助形式规律 就说你能不能建立一个法制 让别人看得见摸得着 这种看得见摸得着是什么呢 就是实力的行为 能够成为普遍的法律 形式规律在那边 有理解为一种理论体系 不是理论体系 就是推而广之 一以贯之 就像自然规律一样 比如说我的准则说 我都经常记得跟你 曹操说 令可我付天下人 不可我付天下人 这是曹操为自己 立下的一条准则 这条准则就是 遵循曹操自己的自由 但是你这个自由 是不是真正的道德实践 你能不能借助形式规律 成为可知 就是比如说 我拿来检验一下 你能不能一以贯之 推而贯之 你一辈子 你都能够做到 坏得这么彻底吧 也许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 其次你能够推而贯之吗 你要宁可 天下人复理的前提是 天下人有成本 有能力 有条件复理 如果你 大家 只有你一个人赚了 别人总吃贵 怎么可能 吃官能不能够 是难不得 对 所以说不可能推而广之 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 形式规律 形式规律就是可以 一一观之推而广之的 知道这意思吗 它才是可知的 就自由怎么可知 仿造自然 规律成为可知的 所以道德为什么是普遍法则 我们检验任何一个道德性 就是你能不能推而广之 比如说我不得撒谎 那所有人 曹操也愿意生活在一个 不得撒谎的社区里面 曹操也不希望周围人都是骗子 他只是说我只允许我骗别人 不允许别人骗我 怎么可能呢 他就不能够推而广之 所以按照康德的策划 你这个规准则就自我解构 自相矛盾 自相矛盾不就是不符合 形式逻辑的规律吗 你看这就是康德的一个推论 所以他的道德实际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就董老师也喜欢的 彻底性 纯粹性 就体现在这里 就是要严格按照这个推导出来的 就是他的道德是从理性推导出来的 知道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 康德能够让我们着迷 是在这点 我觉得中国人的这种思考 永远就达不到这种极致性 就我们没办法 我们觉得太费脑子了 就是有用就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 我们经常是这种思维 所以说这种道德上实践的 是通过形式规律的 也就是说不只是在这种 或者那种意图当中的规范和规则 所有的规范都是与具体的 意图相关的 你要雕刻 你只是雕刻这个东西的规范 你要吃药 你要遵循吃这个药的规范 它一定是具体的 但是只有道德的这种形式规律 它是普遍的 是吧 它不以任何的目的和意图 发生先行的关系 先行的关系的规律 你看 它既是一种从意志出发的 但是它又不以任何的目的和意图 发生先行关系 所以你有任何目的意图 你就是以幸福作为一个先行的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叫绝对命令 叫无条件命令 就不想任何条件了 你不要跟我谈条件 道德上你不要谈条件 你只谈你能不能普遍化 普遍化就是 你能不能成立为 像二加二等于四的这样的公式 那康德提出一个公式 就是绝对命令的公式 就是能不能使你的行为准则 上升为普遍化 这是它的公式 好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 它说 先天概念 所具有的应用的规范 也就是我们认识能力 根据原则的应用 以及哲学建筑原则 拿到的这个范围 这个我们前面说过 理论哲学的范围是 知性范畴达到的范围 实践哲学的范围是 理念达到的范围 但是那些概念 为了尽可能实现某种 对于对象的知识 而与之发生关系的 那一切对象的总和 可以按照我们能力 对这一意图的 胜任或者不胜任的 差别做出划分 就是我们再讲 比如说 在讲理论理性的时候 有些是我们胜任的 有些是我们不胜任的 比如认识自然 是我们胜任的 但是你要认识上帝 是我们不胜任的 你要根据这个来划分 那么概念只要与对象 发生关系 不论对于这些对象的知识 是否可能 他们都拥有自己的领域 任何概念 当然有自己领域 这些领域仅仅是 依照他们的课题 所具有的 对我们的一般 认识能力的关系而言的 比如说讲现象界 比如说在领域当中 对我们来说 可以认识的那个部分 就是现象的部分 是吧 那么这一部分 就是对于概念和位置 所需要认识能力的一个基地 这就是感性的基地 只有在这个感性的基地上 行使立法的部分 才是领域 你看 基地 领域 基地就是整个感性 杂多 现象界 但是不是所有现象 你都能认识的 是吧 能够我们所认识 立法的部分 就叫做领域 是吧 比如说有些经验的概念 它仅仅是拥有 感性对象的基地 但并不拥有领地 比如说具体的 杯子 马 人 这样的概念 这些概念我们知道 是通过归纳法 具体的归纳出来的 我看到 所有一个一个的人 我就归纳出 有一个人的概念 这样的概念 叫具体概念 是经验性的概念 康德说过 经验性的概念 并不是 并不能建立领地 因为它没办法立法 那么以鲜艳的概念 才能进行立法 鲜艳概念就那12个概念 12个范畴 比如因果性 实体性 是吧 这些就是范畴 先天范畴 只有先天范畴 才能为自然立法 就它才能够 使自然现象 真正成为知识 像我今天 我们在跟印城国际 我们那边 批判性思维的客人 那我们再讲 为什么近代实验法 会产生 对吧 近代实验法的产生 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觉得知识是来自于个人的经验 就是感官的体验 是吧 我们要不断地去体验 体验到什么 什么就成为我们的知识 但这肯定是不够的 比如在中国 就是我们的中医 什么 就是靠经验 对吧 但是呢 在经验之上 我们还有观察 比如说古典的科学 像亚里士多的 它就是主要靠观察 观察分类 它是个博物学家 也是到处去看 收集各种 亚历三大 打到哪个城市 就给它的老师 把那个城市收集的 那个地方收集的 各种植物的 动物的所有标本 全部给亚里士多德收集 我说亚里士多德 为什么能成为这个伟大 他自己和别人 都不可能记得 最优惑的这种字眼 科学研究的字眼 是吧 所以他就能够成为大科学家 这就是 但亚里士多德 为什么还不能 跟近代科学还不一样 他是建议在观察 归纳分类 基础之上的 所以康德不是说 亚里士多德这些范畴 尽管也是范畴 亚里士多德提出 十个范畴 但康德说很粗糙 是吧 就是因为 它不是根据先天性的 先天性是什么 实验 观察跟实验不一样 实验是什么 康德跟培根德说了 我要拿着鞭子 去抽打自然 自然是我的审判的对象 我设计一些条件 迫使 这个条件就是行性逼供 是吧 我迫使你在这样的 行性逼供条件下 我要逼问出 逼你自然回答问题 你知道吧 这叫人为自然的地方 这个很有意思的 这个东西 是吧 这才叫做领地 那人为自然的地方 你前提是 我有先天性的东西 实验是干啥的 实验就不仅仅停留在解释 实验是停留在 我要寻找因果性 我要建立因果关系 观察可能只能观察到相关性 观察不能建立因果性 实验是要确定因果性的 就在某种条件之下 那个现象必然出现 是吧 这个在科学时上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是吧 所以说记住了这个概念有经验的概念 还有鲜艳的概念 鲜艳概念就是那12个东西 鲜艳概念才能建立知识 经验概念还不可能真正建立知识 它没办法建立普遍性的东西 其实中国像中医这套其实严格来说不是知识 它是技术操作 它是一些经验积累 动物也可能 动物也知道哪种 每种动物都知道哪些药能够治它的什么病 是吧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是不是科学 所以说他们虽然被合法产生出来 但并不是立法者 科学是要立法的 人为自然立法 而是在他们之上所建立的规则都是经验性的 因而是偶然的 你看 这就是他们区别 经验东西是偶然的 也许你这个碰 碰到了 是的 你通过试错 不断地碰 你就知道哪些东西可以吃 哪些东西不可以吃 哪些药可以治什么病 但都很粗糙 你是偶然碰到的 不是一种必然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全部认识能力就两个领域了 我们再重复一下 自然概念的领地 知性立法 和自由概念的领地 就是理性性立法 认识能力是通过这两种立法的 现在哲学也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对吧 那么 但是呢 如果是基地 刚才所说的都是什么 领地 你要建立领地 你是 领地相当于是对基地的划分 对吧 在基地基地上化分 而基地本身仅仅是可能的经验对象的总和 基地不是领地 基地里面的不是知识 只要这些对象不被看作别的 只被看作单纯的现象 它只是单纯的现象 是杂多 是吧 所以说对这些立法是不可思议的 下一个自然大 通过自然概念 南地法 是由知性进行的 因此是理论性的 这些的重塑 我就不发挥了 通过自由概念立法 是由理性造成的 因而是实践性的 是吧 所以理性的立法是实践性的 是道德 是人为自己立法 不过只有在实践中 理性才是立法性的 在理论认识 自然知识方面 它只能 从给予的规律当中 通过推理 而引出绝对 这里面就是 它只能是一个推理 如果是在理论理性那里面 那理论理性是个推理 就是说是 我推测 它可以找到一种 普遍性 推理要建立 只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 但这种普遍性的东西 不一定是知识 但它可以对知识 进行什么 引导 是吧 所以说这些结论 就停留在自然界 反之 如果这个规则是实践的 理性并不因此 立刻就是立法的 因为这些规则 也可能是技术上实践 我们刚才说 两种实践 道德上的实践 和技术上的实践 因此理性和知性 是拥有两种不同的立法 而且不允许一方 损害另一方 就这两者可以什么 并行不备 就自由跟自然之间 是可以和谐相处的 记住 不是自由损害自然 也不是自然损害自然 这是康德的一种状态 只要你区分 它们属于不同的领域 是吧 如果你混淆起来 就会互相损害 是吧 因为自然概念 是通过对自由 自然概念 对于自由的立法 没有影响 自由概念 也不能干扰 自然的立法 这两种立法 即属于它们的那些能力 在同一个主体当中的共存 是可以无矛盾的思维的 这就是他所说的 一方面 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 揭示出一种 变质的幻象 所证明的 就是说 在第三幻象当中 就是自由跟决定 的幻象里面就讲 其实我们同时 既可以拥有自由 又可以拥有因果性 对吧 我们这个已经 举过很多的例子了 比如说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那么这肯定要 服从因果法则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为什么站起来 这个是一个自由 这个你用因果性 完全是不一定解释得了 OK 这两个领地 虽然并不在 他们的历法当中 但毕竟在感官世界里面 有他们的效果 是吧 所以说在他们的 感官世界的效果里面 他们是不断地牵制的 因为你自由要实践出来 我们经常会说的 什么 为什么杀身成人 守身起义 就是因为 这个效果在自然领域 你道德在自然领域 要实践出来 肯定就会有纠缠 因为自然概念 虽然在直观当中 设想它的对象 但不能在 作为自在之物本身 只能作为现象 反之 自由概念是 可以设想自在之物 但是又不能在 直观当中设想 直观当中设想 为什么自由概念 不能在直观当中设想 大家想一想 什么意思 就是自由概念 我们不能通过 时空的现象界 加以认识 你可能能够认识 它的因果性 但是你认识到它的因果性 你也不能推出 它行为的动机 所以很多律师 在为杀人犯辩解的时候 他可以辩解 各种各样的因果理由 他说他从小 家庭怎么样 他的基因怎么样 他的遗传怎么样 他受过什么样的 社会的歧视 导致他今天走上了 这条不规律 不规律 因此呢 不应该判处他死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 想从因果规律 推出他的行动的动机 但是 这些都不能为你 开脱道德责任 对吧 你杀了人 你就要负责 是不是 这就是所谓的 不能在直观当设想 所以双方 没有任何一方 能够获得有关自己的课题 作为自在之物的理论知识 那个自在之物 将会是超感官的东西 我们虽然必须用 这个超感官东西理念 来解释经验现象的可能性 但永远不能把这个理念 本身受想和提升为一种知识 这个已经 我就不重述了 是吧 理念 就是上帝自由和灵魂 不是一种知识 因此对我们的全部认识能力来说 有一个无限制的 但也是不可接近的这个领域 这就是超感官的领域 在那里 我们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基地 基地是现象界的 是吧 因而在上面 既不能为知性的概念 也不能为理性的概念 拥有一块用于理论认识的领域 这个领域 我们虽然必须为了理性的运用 及其实践的应用 以理念而去占领 理性的应用在这里面是指 理论应用是指泛导性的应用 但是对这些理念 我们在与出自自由概念的规律的关系中 所能提供的无非就是实践的实在性 在理论的性那里 它没有实在性 但在实践的性那里 它是饱满的 它是实在性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的理论知识 是不能够扩展到超感官之物的 现在 虽然在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概念领域 和超感官之物的自由概念领域之间 现在讲完了 这两个领域 自然的领域和自由的领域 康罗先生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这两种领域之间 他们没有 有一条红沟 这条红沟是跨不过去的 以至于从前者到后者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过渡 好像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世界 前者不能对后者发生影响 后者也应当对前者 但是后者对前者是有影响的 我们从这个纯粹的前两大批判里面 我们能看到的是鸿沟 现在康德是要说的是 我们如何沟通这两者 你会发现 其实康德在讲三大批判的时候 也是受到基督教的哲学的深刻的影响 我们读旧约都知道 旧约里面就是觉得 在人和神之间就是鸿沟 永远不可能沟通 人怎么可能直接进神的面呢 他需要一个中宝 需要一个中介 需要一个道成肉身的东西 这就是基督耶稣 在这里面就是判断理 他就是一个中介 所以需要这个中介 他的这个思维的这种模型 就是思维的原型 是从基督信仰里面来的 对不对 为什么非要三 可能在东方就很少有这个三的思维 无可能有二 有四 有这样的思维 我们没有三的思 对不对 这就是他的这个影响 那么后者就要影响 也就是自由概念 应当通过它的规律 所提出来的目的 在感官世界当中成为现实 就是虽然自由是为义务而义务 但是自由应当 记住正面强调应当 自由是应当对自然界有影响的 应当做出来 应当表现出来 对吧 因而自然界也必须能够这样设想 至少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 和自由规律的那些目的可能性要相协调 就自然的感官世界当中的现象 它是有因果性的 因果性我把它的质量给它除掉 就成为了形式的合规律性 而形式合规律性 我刚才说了 就是自由 自由的普遍性 自由的彻底性 就需要这种形式的合规律性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自由跟自然就协调了 记住就协调了 所以终归必须有自然界 以之为基础的超感官之物 也就是自由 物质体 在实践上所包含的东西 相统一的某种根据 就是自由在现象界的后果 并且这根据的概念 虽然既没有在理论上 也没有实践上 达到这些根据的认识 因而不拥有特别的领地 但仍然按照一方的原则思维方式 像按照另一方原则的思维方式 成为可能 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根据 这个根据主要就是指判断力 它是一个过渡性的东西 就是它使自然因而有合目的性 就是科学的眼光 看不到自然规律 对我的合目的性 而道德的眼光 对自然界又是不屑一顾的 但是审美和反思的判断力的眼光 则让我呢 由主观的自由 去看待自然的合目的性 实际上是判断力是使我们具备到一种眼光 具备一种眼光 使这两者沟通起来 这是康德要讲的意思 好 我们还是还要讲吗 讲到这个第十一页吧 好吧 对 没事 我们待会儿啊 我待会儿再回应 我觉得我还是把十一节讲了 是吧 好 就认识能力可以先天地提供东西而言 对这些认识能力的批判 本来就不拥有在课题方面的任何领地 因为它并不是什么学说 而只能必须去调查 按照我们能力现有的情况 一种学说通过这些能力 是否以及如何可能 这个批判的领域 伸展到这些能力的一些健忘之上 以便将它们置身于合法性的边界之内 但是那样 但是那不能进入到这一哲学的划分中来 却有可能作为一个主要部分 进入到对一般纯粹理论 认识能力的批判中来 也就是说 如果它包含有一些自身 既不适合于理论的应用 又不适合于实践的运用的话 就是先天提供东西的 它不拥有课题方面的一个领地 它其实现在的这一块 就是要讲一个判断理批判 判断理批判是 它是一种手段 记住 它是一种手段 它本身并不属于 它当然是隶属于认识能力的 但是它自己 它是为这两个能力之间的沟通 提供一种手段和桥料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了 还有一切先天的理论知识的 根据的那些自然概念 是基于知性立法之上的 而含有感性上 无条件的先天实践规范 根据的自由概念 是基于理性立法的 这些都是重复 所以这两种能力 除了它们按照逻辑形式 能够应用于 不论是何种来源的 注意原则之外 它们按照内容 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逻辑形式上其实是一致的 都要追求什么 普遍性 彻底性 形式上是一致的 三大批判的形式都是一致的 内容不一样 是吧 这个内容 因为内容 就因为的质量 就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不过在高层认识能力的家属之内 还有一个处于知性和理性之间的中介环节 现在讲了 这个中介环节是什么 判断力 是吧 高层认识能力 我们知道 什么叫高层认识能力 概念 判断 推理 这三大能力都叫高层认识能力 所以我刚才说起的 我们的经验 就不是高层认识能力 是吧 你没有形成清晰的概念和定义 你没有建立在概念和定义之上的一种推理 你怎么可能说你是高级认识能力 是不是 这是康德耀说的 那么对这种判断 到这个中介环节 当然在知性跟理性之间就一个中介环节 就是判断力 那么对于判断力 我们可以按照类比来猜测 即使它不可能先天的包含有特有的地方 但是同样可以先天的包含一条 它所特有的寻求规律的原则 也许只是主观的原则 它现在开始慢慢推测 这种判断力也许只是主观的原则 这个原则虽然不应该有任何对象领域 作为它的领域 却仍然拥有某一个基地和该基地的某种性状 这个基地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指感性世界的主观形式 那么对此恰好只有这条原则才能够有效 就是说判断力本身是不能立法的 我们刚才说了 理性可以立法 知性可以立法 知性是为自然界立法 理性是为自己立法 但是判断力不能立法 但是判断力它是有先天的原则的 判断力是有原则的 所以这方面按照内比来判断 应该还有一个新的根据 把判断力和我们表象能力的另外一种秩序连接起来 是吧 什么意思 我们上一个自然界 它讲的是一种 以认识能力作为基础的一种 叫做 就是认识能力的家族里面的三段 认识能力的家族 我们刚才说了概念判断推理 判断是基因三者中间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类比 康德这边要讲的判断力 不仅仅是概念判断推理的判断力 因为那还是在认识能力范围内 康德要讲的判断力 大家看第二自然弹 第二句话 它是另外一种秩序 它是在另外一种秩序来说的 这个秩序是跟认识能力家族的秩序 是有亲缘性的 认识能力的家族 我们已经强调过了 叫做概念判断推理 而这样的秩序是什么呢 就是三种心灵的结构 不是认识能力 是心灵能力 记住 你把认识能力跟心灵能力 给它区别开来 心灵能力的三种 就包括认识能力 愉快不愉快的情感能力和欲求能力 前面所说的概念判断能力 推理是在认识能力里面的 认识能力里面缺不了判断力 这个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的 然而实际上 康德这里面的判断力 是对认识能力里面的 那个判断力的推广和内比 内比到人的整个情感能力 而人心理能力 心理能力包括理智的能力 情感的能力和意志的能力 是吧 而那么这种理智的能力呢 就是理论理性 欲求的能力呢 就是实践理性 而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的能力 那就是什么 就探探力 是吧 所以对于认识能力来说 只有知性是立法的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种理论认识的能力 它是和自然发生关系的 下一 所以说它只有就自然作为现象而言 我们才能够 作为真正的纯粹知性概念而立法 是吧 而对于作为自由概念的 高级能力的欲求能力来说 只有理性 是先天立法 所以理性在这里面是什么 为自己立法 好 现在来了 现在认识能力 和欲求能力之间所包含的就是什么 愉快不愉快的情感 正如在知性和理性之间 包括判断理念 好 现在我们就 我想说一个三种判断 三种判断 好 大家可以记下 三种判断列个表 第一种判断是形式逻辑的判断 第一种判断 形式逻辑的判断 第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概念判断推理 三种结构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 这是形式逻辑 第二个是鲜艳逻辑 鲜艳逻辑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讲的 鲜艳逻辑也是三种 犯畑徒刑和经验知识 图刑也叫判断 这是康德讲的 犯徒 徒刑和经验 对不对 这是鲜艳逻辑 然后呢 现在我们讲的是第三种 第三种判断 第三种判断就是 是康德这里面所讲的心理能力的判断 心理能力 但是它不一定是逻辑的 是吧 它就是指知情意 知就是自然概念 情就是判断的 意就是自由概念 就在自然跟自由之间的 一个独特性的东西 所以说这三种判断 就是三个不同的领域所说的 这基本是康德要包含的这个意思 我们其实就给他说的更清楚一点 是吧 好 这种愉快不愉快的这种原则呢 分为什么 低级意求能力和高级意求能力 是吧 在括号里面说的 这个我们已经重复过多次 所以判断力同样也将造成 从纯粹认识能力 也就是从自然概念领地 向自由概念领地的这种过渡 正如它在逻辑当中 使知性向理性的过渡成为可能 所以他说即使哲学 只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 也就是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即使我们关于判断力的独特原则 可以能说出的 都仅仅是理论的部分 就是判断力还是属于认识的 还是属于现象界的 就整体上 是吧 但是我们也在必须 在构筑整个体系之前 我们也必须使这样的一种理性批判 由三部分走成 就是纯粹知性批判 纯粹判断力批判 和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在这里面做了一些小的变动 他的第一批判严格说 他叫什么 纯粹知性批判 第二批判叫做 纯粹判断力批判 第三批判叫纯粹判断力批判 第二批判才叫纯粹理性批判 因为实践理性才是最纯粹的理性 理论理性其实不是纯粹的理性 理论理性是有 它不是一个认识的东西 它会导致不纯粹 对不对 这就是这些能力 这些能力它为什么都叫纯粹的 因为它们都是先天立法的 判断力会先天立法 我们会讲到的 就是审美领域 自然目的领域 是有先天标准的 先天的就是共同的 就是普遍必然的 不仅是主观的 不仅是口味的问题 是不是 这是整个我们今天 第一次先进入 是吧 要给大家聊的这个问题 好吧 整体我们正在讲到这里 OK 现在大家可以 我们可以聊一下 好